好,我們準備要開始做題目 做題目之前 我們要跟你講說 我們在做計算題的基本想法 當時我們這句話跟各位講過三遍 就是從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講起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會變成一杯溫水 這句話告訴我 兩目相接觸最後必達熱平衡 所謂的熱平衡就是溫度會一樣 所以熱水加冷水就會變成一杯溫水 溫度會一樣 所以兩目相接觸最後必達熱平衡 為什麼會熱平衡 因為有人會吸熱有人會放熱熱量會轉移 熱量轉移的方向是從高溫轉到低溫流向低溫 這個簡單的事情 熱量的移轉方向是從高溫流到低溫混過很多次 可能是單獨問也可能放在選項中說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的時候問一個簡單的事情 熱量從高溫流到低溫 然後接下來兩句話就會跟計算有關係 熱量在轉移的時候能量不會多出來或少掉 所以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因為我用的是高溫減低溫大家都是正的 所以我的寫的字叫做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如果你是用末溫減出溫 那就會有人正有人負 那就變成放熱加吸熱加散熱等於0 但是我們現在都是這樣做 我們現在都是用高溫減低溫 所以是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因為熱量不會平白無故的多出來或少掉 那麼怎麼算熱呢 這裡說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呢 這個計算都是什麼 H等於Ns delta D 這樣來算 所以我們說最後這兩個是跟計算有關係的想法 最後這兩個是跟計算有關係的想法 這句話當年講過三遍 這句話當年講過三遍 這個是當年講的第二遍 這是當年講的第二遍 好 那麼我們就來算一算吧 他說兩物相接觸 這是觀念題而已 不用算 我們先講觀念題不用算 他說怎麼回事呢 我們講過 重點的那個考過N片的觀念 叫做熱量轉移的方向 是從溫度高傳到溫度低 不是質量大到質量小 不是密度大到密度小 不是體積大到體積小 都不是 所以我們就是選C的觀念就好了 OK 同理叫做觀念題 了解一下別人的意思 了解一下熱量的含義 請問你這樣的誰是對的呢 請問你這個系統誰是對的 這也不用算觀念題就好了 平車戰界問 這個是哪一個呢 來 來 為什麼 7 7 沒有來 6 6號 6 8 豬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豬 A選項 5公克10度有50卡 錯我們講過你不曉得 一個東西的熱量有多少 我們的溫度計量的是溫度 是冷熱程度不是熱量 所以B是錯的 然後呢溫度不同混合 高溫的放熱低溫的吸熱 所以不是高比熱的放熱 所以C是錯的 所以答案只有豬是對的 豬就是比熱的定義 一公克的物質上升一度吸 所需要吸收的熱量成為它的比熱 練習是熱係數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一樣觀念體 看一看想一想 一般 就曉得 停車戰界混 那你們班 36有在嗎 不在 沒來 一堆人沒有來 2分 20分 你的答案 C 你答案選C 請坐 來 我們講過了 你不曉得一個東西的熱量有多少 那高溫的物體比低溫物體多 如果是同一個東西 同一個材質 同樣的質量 那當然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物體不同你就不曉得了 然後呢 那高比熱吸收定義比低的沒有啊 看你變化有幾度啊 一度還是十度呢 還是一百度這也不一樣啊 然後呢 比熱是一公克上升一度C所需要的 所以50公克上升十度C 那這個比熱 這個要去算一算啊 5等於50乘以S乘以10 這個不是0.5啊 所以珠也是錯的 所以呢 答案呢 就選的是C MSdeltaT MSdeltaT 2乘以比熱1 所以溫度變化一度 所以叫量卡 所以答案選C 這又是我們的練習式 這就是最簡單最基本的觀念 沒有牽涉到一些比較麻煩的計算 那麼考試也是會考的 希望同學能夠理解 OK